斩过金马奖最佳女配的15岁少女文琪 在很多人心目中都还只是个没什么时尚感的小姑娘 不过最近出镜咪咪咪大片的她时尚指数暴涨 成为下一个大货王指日可待呢 文琪看到文琪已经变时髦了 不禁让QQ想到另一位实力派00后张子峰 2001年出生的她出演过不少影视作品 特别是在唐人街探案中的演技更是有目共睹 公认会在演艺圈大有作为的少女一围 不过可能因为年纪太小的缘故 张子峰的时尚指数并不算高 很多街派大片的搭配都很不凸显气质 所以看到文琪变时髦的时候 我就在想张子峰啥时候能乘上大牌的小火箭 结果一看小姑娘的微博 原来她早就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了 张子峰个子不算高 五官也不算精致 想要走向欧阳娜娜那种可爱小女生路线 确实是有难度的 但这种偏硬朗的长相 在嫁遇性冷淡的日系风的时候 还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来看看00后小姑娘日系穿搭吧 于夫帽不能少张子峰的日常 绝对少不了一顶于夫帽点缀 其实于夫帽是非常修饰脸型的帽子 一顶帽颜比较深的款式 能遮住半张脸 瞬间嫌脸小的技能get 衬衫超好看 特别爱看张子峰穿衬衫的样子 有种静静的感觉 很有范儿 但是又不会觉得太中性 不是不适合她的那种思想感 配色大打 毕竟还是小孩子 黑白会太单调 鲜艳的红色 蓝色 黄色 她都能轻松驾驭 甚至看起来不那么有好的壮色搭配 也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文艺范儿眼睛个人 更喜欢看张子峰戴眼睛的样子 书生气特别重要 很有学生气息 在福岛的娱乐圈 好似一股清流 怎么样 张子峰的衣品 有没有给你惊喜的图片来源 新浪微博时尚Cosmo 原创内容未经授权 禁止转载 如需转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